全台灣臉最臭的兩個人 都安排在第一排了 妳知道嗎 嘿 好可怕 我很怕跟小孩子同電梯 我只稍微看他一下 電梯裡面就哭了 哭了 哭了 這一點我也有這個能力 因為我一次在車子上遇到 弄小孩很煩 你知道他就一直要攀爬 我就這樣 媽媽 那個阿姨好可怕 她是皮膚白 很會感覺她比較高冷 那妳覺得老楊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她是標準的模特兒臉 其實我說 眼睛看起來是容易最兇的地方 所以就是把五官弄模糊一點 模糊 歡迎收看 姐妹亮起來 歡迎我們今天的臭臉姐妹 沒錯 今天節目邀請到 令人褪避三色的臭臉姐妹們 來和大家一起分享 因為臉太臭 而引發的各種生活危機 而節目也邀請到 可愛又親切的保養達人 山姆老師 以及彩妝大師曾亞凡 來幫大家找回笑容 和臭臉說拜拜喔 就是有一些人 不笑的時候 好像全世界都欠她很多錢 而且以前其他節目做類似主題的時候 對到眼都會害怕 我覺得他們發的來賓都不到位 今天我製作單位 我真的口頭獎勵 他把全台灣臉最臭的兩個人 都安排在第一排了 妳知道嗎 那你們有遇到一些什麼事件嗎 對 我們也是很想知道說 因為你們臭臉有碰到過 什麼樣的困擾嗎 或是大家親朋好友 看到你今天要回來 都會很害怕 所以走路 然後如果沒有什麼表情的話 會比較容易讓人誤會 真的 妳可以站起來嗎 對 我就是 不是啊 我們就平常走路錄影 要什麼 有什麼好笑的嗎 就走路要笑什麼 不好意思 妳剛在罵導播 不是 不是 你們叫我示範嘛 走路就走路要微笑幹嘛 又不是神經病 對 其實高的人 確實也是有一種距離感 男生跟女生就不一樣 對啊 當然就很容易被誤會 比方說之前我們會有一些 經紀人會請一些 小小助理來幫忙這樣子 那有一次我就發現 那個小小助理 怎麼都很少跟我互動 想說他有時候要對一些 時間 工作 地點什麼 其實他自己可能跟我對 就不用再麻煩經紀人這樣子 然後想說怎麼都不跟我互動呢 我就問經紀人說 為什麼這些都是妳跟我對 他說 因為呢 我就說太扯 有什麼好不敢 而且現在都傳訊息 有什麼好不敢 他就說他不敢 就是不敢 我就說沒關係 你比如說禮拜三下午 我們會去公司開會 你叫他一起來 然後我跟他好好聊一聊這樣子 好好聊一聊 嚇死 聽到聊一聊就害怕了 是不是他禮拜二就離職了 不是 就是聊一聊說真的不要怕 對啊 不相信你問老梁 我是不是很好相處 那個時候我就去 有一天去他們家拜訪嘛 去樓下問管理員嘛 說請問顏小姐住幾樓 沒有那個人 沒有 連管理員都害怕 真的是人消 我以為是妳的本人 真的... 對啊 怎麼可能 是 所以就是大家都誤會我 其實我們是很好相處 不像妳問素卿姐 好... 不是 轉過來的時候 其實有殺戒 我們最難相處就是像素卿姐這樣 怎麼死 看起來很平民 很親切 因為很多媽媽們都會想 跟他請教一些醫藥相關或什麼 但其實最難搞就是他 他連麥當勞都要去 算人家成本多少 什麼配什麼 你賺我多少 然後還要再發一篇文章 Facebook上面幹掉 就是他 像我們都多少就是多少 我們就趕快扶 我們其實很好 很好的教他們數學 好嗎 但是你們個人的強項都滿厲害的 您這位 昊如也是 我覺得我比較冤枉的就是 如果我在節目上的表現 你覺得我講話 就是很誇張 很過分什麼的 你們講我 這個人講話怎麼樣 那我都OK 因為可能就是表演 那我覺得我最無辜的就是 我連不講話 我就只是看著來賓 然後底下的酸民 也一大堆人在罵我說 怎麼樣啊 旁邊那個來賓是怎樣 楊昊如不爽他 剛剛不對盤 楊昊如臉有那麼臭嗎 拽那個什麼樣子 什麼一副了不起的樣子 以為自己是誰 為什麼看來賓要用血眼瞪的 我就想說我沒有啊 而且我有看到下面的留言 這是第一次我覺得那些網友 酸民講得很對的 因為妳要不要把妳 妳以往上過節目的那個 旁邊導播跳Instagram的那個畫面 妳把它調出來就知道 之前連我是主持人 我在講故事他都是這樣 這樣對妳還算禮貌的 我講話的時候 不是只有他對妳這樣 是很多人都會被責 妳講話我也講那樣 對 而且譬如說 如果顏麗婷在 坐我旁邊那一來賓在講話 我沒有這樣 這樣 我只是這樣看著她 對啊 那不想什麼 我就是聽妳講話 就這樣 然後以前採訪的時候也是啊 那妳賭麥 或者是新聞事件 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是喜事 不是每一個人都在結婚生小孩 總是有一些新聞八卦什麼的 那妳當然追的時候就是問說 請問妳昨天去那個莫特爾是 跟誰 為什麼要去那邊 就很想問說 我跟妳屁事啊 沒有 就很想說 妳是在生氣什麼 我是... 是妳的事還是我的事 這只是我好好的問一個問題 總不能每一個問題就說 哇 你今天去莫特爾 這幾個小時 好啦 這是我們講相的問題 不是啦 她的是我覺得 長相兼態度的問題 她媽一躲到妳面前 妳昨天那個事情 講一下好不好 講什麼 因為妳有時候突然講... 妳不知道要講什麼你知道嗎 而且我跟你講 今天網友酸民 不會再對妳留言了 因為他們找到了妳的partner 有一些會去他那邊留一下 真的... 而且到底是我們有得罪導播 還是怎麼樣 我常常笑了50分鐘 只是不笑三秒 他就要take我 就是很奇怪 休息一下三秒之後 也要被take到 壓力很大 每次瞄到Mont再take我 本來是這樣 都會這樣 對 隨時耶 他們確實是看起來是滿酷 就是有點臭臉 可是我相信 你們一定有你們的苦衷嘛 一定有一些委屈對不對 誤會很大 是不是 那要不要講一下 他說我朋友就是同學 妳有朋友 可是他... 很多 等一下 今天他是搭妳的車來嗎 是啊 妳看 他是妳的朋友 你一來 早上一來就說 其實我跟妳介紹一下我的好朋友 我就說 所以妳是搭他的車來 對 很好意思 因為他的樂趣就是 他講完了嗎 他講完了嗎 他氣到了 好 這是我同學 他們有別的自己的朋友群 那也是就是他們自己聚會 然後他就不知道講到什麼東西 他就說 那個是炎麗婷的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 他就說 所以妳跟炎麗婷是同學 他說 對 我們是十幾二十年好朋友 這樣 蛤 然後我朋友就說 蛤 蛤什麼嗎 怎麼了嗎 蛤什麼嗎 怎麼了嗎 他就說 哇塞 然後我朋友就想說 為什麼 因為 那個 導播可以把主持人麥關掉 這樣子 就是他就問為什麼 說妳怎麼會這樣誤解他 所以說認識他這麼久 其實他就是 沒有你們表面上的那樣 他就說沒有啦 有時候在電視上看他 不管是主持什麼都覺得 就覺得好像 一副不可一世的臉這樣子 是 那妳知道就是我們只是沒有笑 我們笑也是很燦爛的 很像向日葵般的開心 好呢 對 然後就誤會很深 他就打電話跟我說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很在意 我就覺得 因為他是我好朋友的朋友 就想說 那他如果這樣一直嚷嚷 你知道一傳十 十傳百 大家都覺得我很難相處 我就跟他說 那妳方不方便把他電話給我 是 對 或者是妳在我旁邊 妳就開他的Line 為什麼老是要笑 你知道嗎 又要聊一聊 感覺很像威脅 對 那時候拿一把槍 AK18的 自己不笑 別人笑妳還罵他 怪不得 要不要好 聽我說故事 就錄了一段語音跟他說 我說那個林小姐妳好 林小姐那對妳來說好可怕 我是林莉婷 祝妳出入平安 好可怕 一生順遂 就嘻嘻哈哈在那邊流 流完之後他就說 沒想到他居然會願意講這段話 可見他應該不是這麼討人厭 因為那很討人厭的人 都不會在意人家說什麼 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有接到餐廳同業公會 他們有一個投票 就說來最奧客臉最臭的一二名 剛好都坐在這裡 平常去餐廳用餐應該很困擾吧 我跟你講真的誤會很大 妳一定有遇過 妳不要在那邊假裝無辜 就比方說 我有一次我妹妹吃東西 就裡面有一根大概這麼短的頭髮 有點白白灰灰 那那個人還剃了小平頭囉 之類的 我妹妹就夾起來跟我說 姐妳覺得這個要講嗎 因為那一家餐廳是非常知名的 我想說要提醒他們 免得之後客人會 對 也會影響他們的那個生育 所以妳有講嗎 其實是幫他們 其實我真的是好心 因為我覺得他們要注意一點 後面就不會有這些事情 對 那我就請 以及賴打很高興妳 然後就請他去跟那個經理說一下這樣 然後他們就很客氣 非常態度服務都很好 就說真的不好意思 那那一盤菜 我們就換一盤新的給妳 我就說沒關係 換不換都可以啦 只是要請妳們注意一下這樣 然後呢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高帶一道菜 我想說 真的也是不用這樣 後來上到第二道第三道的時候 我就跟那個小姐說 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其實吃不下了 因為我們還想要再聊一下 妳這樣一直送來 其實是浪費食物 我們也不好意思打包或什麼 對啊 我說沒關係啦 所以後來就換甜點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 後來就變蛋糕啊 然後什麼蓮子湯什麼的 很怕妳耶 對 然後我就 就說真的不用這樣 然後我朋友就說 一定是妳臉太醜 他們就怕妳上網去講他們店不好 因為妳又要用這種事情 把妳那個怒火稀削平一點 然後後來眼力挺虛付錢的時候 她不用錢... 她用錢還拿了六萬塊很多 所以下個月再來收 謝謝... 我不是收會錢的 說真的 我們真的不是那種會放案件的 我們會當面跟妳講 我們就不會去什麼搜尋 在裡面留什麼 真的 因為人生坦蕩蕩 很多人笑嘻嘻的 但是後面負評給一顆心 什麼講到差很危險 總不希望遇到那種人 對啊 那妳有發生什麼事嗎 我去餐廳也有耶 因為那個服務生 我們不是都會叫服務生 幫姐妹拍個照嗎 然後服務生咔嚓一拍完之後 然後大家看一下以後 然後每個人都說 很好...這樣 然後我看了一下我就說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妳們 後面的吧檯是有特殊設計嗎 不然妳為什麼吧檯要拍這麼多 可是我們人這麼小 那服務生就說 講話好酸啊 怎麼那麼好怕 不是很好吧 妳是超雞歪的耶 對不對 好難講錯喔 如果妳是那位服務生 妳是不是覺得她在A妳 沒有 我跟妳講 那個...因為那個餐廳也很高級 它就是在101正面 沒有 正常人會說不滿 因為會說要再幫我拍照 然後人很清楚一點 因為... 不會去在那邊反諷說 你們那個吧檯有特殊設計嗎 好可怕 因為我是真心的很想問 它是高級的餐廳 裡面裝潢都很漂亮 那如果吧檯是一個 有設計師設計 那是一個吧檯前網美一定要造的 可是我們不知道的 我要問清楚 因為她霸台留這麼多人在底下 妳知道嗎 那所以... 對啊 一個氛圍感 所以我要問啊 那如果她那個沒有什麼特殊的 就是幫我們人... 會去大安森林公園拍 沒有 老師也不高興了 不是 妳跟這個故事很棒 因為我們從此... 那我直臉的時候他就急歪 沒有 可是我是真心的問 不好意思 妳們現在在講誰第一是不是 我跟你講 從那個時刻開始啊 我們霸台的那個 那個伯仁者他是有名的 然後Shot一直上... 還上Shot 真的 他就想要打一頓 然後打一頓這樣 什麼打一頓 我真的很真心 但是我朋友其實覺得我很兇 我以前做過餐飲業 他可能Shot的時候 然後... 嫌棄 可是我真的是很真心 我真的沒有考試他的意思 我真的是被誤會了 對 就考試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以為是王美 好 那出完再完 那妳在家人 身邊的家人呢 就像我老公的朋友 他們也都非常不喜歡我 應該很怕妳出門 妳意思是怕妳去 妳好老實 妳好開心喔... 妳好開心喔 她老公上一次帶她出門的時候 就是他們辦婚宴的第二天 接下來就沒有在一起出門過 都沒有了 因為我老公的朋友都會覺得 我每次去 不管是唱歌啦 或是什麼約吃海產 然後好像我自己 不曉得上菜上得慢 或者是沒有到我的歌 他們就覺得 我在旁邊臉很臭 然後他們覺得 那個場子本來都熱了 就到我這邊就是一團冰冷 所以他們私底下都叫我 然後每次都問我老公 每次都說 叫急凍人不要過來我們家 我們場子好不容易熱 就跟我老公說 妳以後不要帶她 或者是我老公的同事 就朋友會故意在我面前說 錢櫃的包廂溫度調30 可以調30嗎 就說 車上有羽絨衣嗎 要再換一下 一直在那邊考試我 後來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真的沒有那個意思 只是說 不是我的歌的時候 妳要幹嘛 那妳當然就是在旁邊聽啊 難道一直要這樣嗎 對啊 我們都是這樣啊 難道要一直... 難道要一直跳嗎 累不累 你就是... 你讓別人唱歌也不行 難道我要一直點... 都是我自己的歌嗎 不行 她有附靈鼓什麼的 妳可以翻到一下 不是 那我想問 別人在唱歌的時候 妳在旁邊的表情是怎麼樣 不就是去聽嗎 會跟旁邊聊天 妳一定是臭臉在那邊滑手機 對... 然後想說 我的歌是來的時間 對... 而且她那個臉就是唱完美 沒有 我有時候也是會這樣子 這樣子 有點尷尬 而且除了餐廳同業公會 KTV同業公會 都有指控她之外 美髮同業公會 其實也有指控她 美髮 有... 對 因為我都在外面洗頭 護髮長長 然後我每次進去一家店 然後本來那家店都很熱鬧 或者是那些助理都是... 就是本來都是坐在沙發上面 然後一看到我進來以後 就是刷一下 然後全部的人也都不見了 就裝忙的裝忙啊 然後走到後面那個設計師後面 頭這麼臭 這麼大的客人 然後後來我就知道 因為他們覺得我臉很臭 然後我每次走進去 或是他們在幫我洗頭的時候 不要給人家壓力嘛 所以我也都會滑手機啊 看看雜記什麼的 然後我有時候會想說 看看他到哪裡 然後我就在鏡子裡面看他一下 然後幫我洗頭的人 從鏡子對到人他就這樣 怎麼那麼痛是不是 我就說沒有啊 沒有... 他們就很害怕我從鏡子裡面 看上眼 後來我就發覺久而久之 我為什麼進到那個美容院裡面 我都要等半個小時以上 明明就有人就是都沒事 後來我就發覺原來他們就是 資深的人都不想勞點我 對 都不勞點我 他們都要等到他的菜鳥 他們都在休息室抽生死簽 他們可能要花半個小時以上 抽到的 抽到的法蘭老闆會給他一份安家費 然後他再出去面對妳 然後我都要等那個醉菜... 就算他還有三個人的頭要洗 我是第四個 全部的人也都叫他接我 其他人都不願意接待 那他真的洗飲的時候 有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因為又派醉菜的人來 那醉菜的人一定又經驗不足嘛 派醉菜 你們明明就知道我臉很臭 看起來也脾氣不好 你也敢派醉菜的人來給我 然後你派醉菜的人來給我的時候 你知道醉菜的人每次一抓 泡沫都飛到我臉上 幹嘛 我聖誕老人喔 不是 泡沫給我洗身體 他會為什麼派醉菜的妳知道嗎 為什麼 想說半壞掉 就是這一次把他弄壞 以後都不會來了 YA 有可能耶 就是得罪妳以後 妳就不要來了 又回家嘛 我要賺的錢呢 最慘的那一次是那個菜鳥 在幫我吹頭髮的時候 他直接把我這個耳環就是扯掉 然後見邪妳知道嗎 這樣子妳還敢去洗 對 然後他就說怎麼辦 然後就一直說對不起 然後他們的設計師也出來說 對不起 那妳有怎麼樣嗎 我就說 天啊 妳真的是第一名耶 不是啊 我被扯到 我不能發脾氣是不是 那妳問他 沒有啊 他就是故意扯掉了 把它拍掉 沒有 那這樣比起來 我有沒有脾氣比較好 仔細姐妳搜搜看 真的 我是覺得是 對 那可是如果妳舉起頭 然後耳環被人家扯到 還見血喔 妳會怎麼樣 沒有 我就是說 那個 不是啊 誰舉起頭 不是啊 誰舉起頭 妳一個人家很兇氣 這麼弱 妳最好 妳一個反手指蛋就出去了吧 重點是誰舉起頭 會戴耳環 我覺得你們的朋友 要不就是男生 要不就是年紀比你們大的 你們比較可以當朋友 沒有啊 我們各個年齡層都有 我跟老伯伯都是好朋友啊 所以這年紀比較大 聽起來你們很乖乖 妳怎麼跟公會都這麼熟 而且很奇怪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因為我跟我老公 明明是我比較喜歡小朋友 但每次去那種兒童的那種 玩樂園 然後我就跟小孩玩啊 小孩都跑走 然後我老公... 你們帶小孩去這種地方 應該也很困擾吧 拜託 我以前... 我以前年輕的幼稚人老師耶 小孩應該很怕妳吧 真的啊 是幼稚園老師 妳應該沒有去過這種地方吧 我很怕跟小孩子通電梯 我只稍微看他一下 在電梯裡面就哭了 哭還是尿了 哭了 小梁哥 你的小朋友 看過他們嗎 沒有... 盡量不要讓他們接近 他們就不用罵小孩 我就是直接看過去 他們就很乖 這一點我也有這個能力耶 我好像也有 因為我一次在車子上遇到 那種小孩很煩 你知道他就一直要攀爬有沒有 就不能在位置上好好做 然後不停的要攀爬 甚至都已經要攀爬到我這邊來了 我就這樣 媽媽就哭了 媽媽 那個阿姨好可怕 你們應該很多這種故事吧 我好像有耶 我好像有耶 什麼好像有 你就有 你看前幾天 我帶我女兒出去一個展覽玩 然後那就是公開的一些積目 可以讓大家一起玩 裡面就一群小孩 可是有一個媽媽就是都不管他小孩 小孩就很沒家教 人家旁邊小孩組好的 他就是要把人家弄倒 然後我就想說 媽媽都不管 我就受不了 對 我想說 沒有 大家一起玩可以 你不能這麼阿爸 然後我就 也沒有要罵他的意思 然後他就過來把我女兒組的倒了 然後旁邊那個不認識弟弟也倒了 他就剛好跟我對看 我就說 好可怕 連大人都會害怕 為什麼這樣 好可怕 這個我懂耶 有一次我發現 我跟你講 那個小孩從此 不過就是一個很小的區域 他再也不敢踏來這裡 所以妳聽完妳會覺得 臉臭的人很委屈嗎 委屈啊 我覺得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委屈 可是我覺得臭臉的人 可能有某一些特徵 會讓人家特別容易害怕 不想再當臭臉人 專家建議這樣做 他是皮膚白 很會感覺他比較高冷 那你覺得老陽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他是標準的模特兒臉 其實我說 眼睛看起來是容易 最兇的地方 所以就是把五官弄模糊一點 模糊 是要帶全造式安全帽出門 還是什麼 節目最後 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臉臭的人很委屈嗎 委屈啊 我覺得是多多少少有一些委屈 對啊 可是我覺得臭臉的人 可能有某一些特徵 會讓人家特別容易害怕 我們來看一下特徵 到底在哪裡 對 我幫他整理了一個字板 你看喔 好 第一個 你看如果說你的紋路很深 製作單位 我跟你講一開始我還口頭獎勵他 他現在這個照片 這個就是浪費錢 你輸出這個幹嘛 你拿楊皓如的照片來就好了 對不對 紋路很深的 因為包括你淚溝嘛 你看淚溝這個地方 好像喔 好像喔 兩張黑衣 你也戴過他 當然 你紋路比較深的時候 你的臉的陰影就會比較多 你的陰影比較多 如果你看起來第一個 看起來賢老 賢老之外 會覺得說你這個人好像 沒有那麼的好氣色 或是說你整個老態很嚴重 即使你是河崖可親的感覺 其實然後不認識的人 你看到你就覺得你臉很臭 還有一個就是臉下垂 這個就很明顯 就是你整個嘴巴 是往下撇的嘛 可是年紀大 就是滴心引力就會往下垂 對 所以因為我不是說 我後來我就改著微笑 原因是我也不敢大笑 因為你那一回大笑 你是不是就會壓到你的眼尾 魚為我 所以我只能微笑 所以臉下垂 對 包括你嘴角下垂嘛 就是你可能整個墨紋啊 整個往下走 然後臉凹的話 看起來就是比較苦命 你會發現很多人這個顴骨很高 然後臉就這樣 感覺好像尖酸刻薄 很苦命那種感覺 那伴隨著 你就會感覺好像 你很像不好相處 就伴隨可不可以 被歸在臭臉這一塊 所以你看太陽穴凹陷 那不是說太陽穴 如果像有一些命理老師會說 太陽穴這個地方要澎潤 對 不要太多角度嘛 對 那因為其實跟膠原大麻流失 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個也是跟老化有一些關係 所以你現在講到這我都沒有啊 對啊 不要生氣嘛 人家也沒有說指責就是講你 我跟你講 嚴力挺 要放在最後一個 不過你不是暗沉 他是皮膚白 皮膚白的人會感覺他比較高冷 比較好像比較高 對 就會歸在臉臭那一塊 那顴骨高跟剛剛講到 就是你顴骨高 臉很凹 看起來就很像尖酸刻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臉色暗沉 暗沉可能你斑臉很多 好像你自己好像都不會把自己打理好 你是一個很難相處的人 沒有人想要對你這樣 這麼好像有點命理的感覺 沒有 面相 他是有關係的 那你覺得老楊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 他的拍照是漂亮的 有角度是不是 對 就是 是該有的角度 秀又窄 人角都有 那夠大同業公會 投訴他的原因是 不過我還是覺得就是 有些人他真的是 沒有做表情的時候 看起來就好像不好相處 真的 不好相處就會伴隨著是臉臭 真的 那你講那麼多 你都誇他歐美 你只說我白 就這樣想要代購這個 又再真第一了 白是優點喔 對... 一百遮三愁 對 就不太一樣 不過像顏麗婷的膚色就漂亮嘛 又亮對不對 謝謝... 會有一種距離 太美了 這樣可以了啦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其實也可以問一下亞凡老師 因為他可能一些彩妝 可以改變他原本這種 面無表情的感覺 亞凡老師 剛剛都不正眼看我 他不是很害怕我 會怕 老師會怕 老師 我人很好 我其實今天來這一集 其實我很擔心 會不會出去還會 可以繼續做這一行 真的是 我冒除了勇氣來這一行 老師 你不怕 老師都做那麼多年 都畫過這麼多明星 林志玲他們都是老師畫過啊 老師 你給他們一點建議啦 看他們是要戴全罩式安全帽出門 還是什麼 還是需要戴什麼裝飾 其實我說眼睛看起來 是容易最兇的地方 所以我們只要把眼睛去柔和 眼睛一柔和 就好像帶一個柔膠的感覺 有些人 兇是因為五官太立體 對 這樣 或是眼神太亮 對 皓如就是太立體 就會容易看起來 胸難接近 真的喔 所以就是把五官弄模糊一點 模糊 模糊一點 對 模糊一點 因為他的真的是太... 立 立了 對 老師好強 太立了 有時候會像狐狸 狐狸喔 或像貓 不過你的眼妝真的很... 你不要來惹我 對啊 如果一個煙燻狀 就像這樣 你看我們兩個比 我就好像素顏 他就比較有眼妝 就比較重 不是 我一直說 他可能其實很好相處 但是因為他眼睛比較利 而且他又帶那個變色片 看起來就是... 沒有 很多 看起來機車都是因為變色片 就是因為睫毛變色片 對 可是我畫眼影 我已經畫那種 就是桃色的 柔和 對 柔和 我沒有畫那種很重的 黑色 藍的什麼的 你有下眼睫毛 對 對啊 問題是出在哪 真的就是太立 然後還有他的睫毛也太濃了 是 是 所以真的要柔和掉很多事情 不要多太滿 真的 那種厭世啊 就留給梅亞 年紀稍微一點點的時候 就稍微... 老師 我替你的這個生命堪憂 大字報上面寫說 他的建議 出在化妝方式太伶俐 眼睛顏色太淺像貓 有時候會像厲鬼 可是他看到楊皓如本人 他完全不是這樣講 老師不敢講那幾個字 是那位真信民眾說的是不是 剛剛這是真信民眾說的 是 然後... 顏麗婷 我看妳怎麼表達 因為麗婷的話 他可能就是講話的時候 嘴巴不會動得太... 就是稍微這樣 現在是怎麼樣 要講不講的嗎 對 要講不講的 他在咬牙竊子 在心裡罵人 沒有表情是不是 對 嘴巴沒有動太開 所以的時候表情 也會讓一個人看起來 稍微活潑一點 所以我表情太少了 是嗎 所以有時候可以靠腮紅 腮紅會讓妳的臉看起來膨潤 就感覺這個地方會... 比較有氣色 太紫白了 像大體啊 等一下眼裡妳就說 好笑嗎 真的 好笑嗎 我大體妳就立鬼了 好啊 好耶 難怪我沒這麼合耶 一、二名在這裡罵什麼 沒有意義嘛 淑欣姐 我覺得人真的看起來很好啊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就是看起來很專業啊 我也覺得 因為她的專業 所以我覺得她有時候 稍微臉...嚴肅一點 我覺得是... 對我來講是合理的 對 沒錯 沒有關係 真的 真信民眾不用害怕 我看到大字報了 你寫說 氣壘... 我鏡頭 我看到了 鏡頭鬼 對 來 那老師之前幫我們這些 大排明星畫的時候 她們有沒有什麼注意的地方 也可以提供第一排做個參考嗎 像我之前畫一個女藝人啊 每次畫完她就會對著鏡子笑 她會看自己笑完跟沒有笑 是不是差不多 她想要畫的時候就是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可以學一下的 所以像我的臉 我畫得出會笑的眼睛 可以...絕對可以 而且我覺得今天我們曾老師啊 都講得很保守 因為她大字報都講得很犀利 對 比如說她剛剛聊的是楊錦華 妳知道嗎 對 老師也不敢講嗎 因為錦華的那個五官看起來 也是比較利 就很個性 對...很有個性 好了 那其實我覺得 鄭老師不然也幫大家分享一下 什麼樣的臉的面相 看起來比較有人緣 對 要比較有人緣 然後看起來就是妳的嘴角要上揚 然後臉要膨膨的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像妳不做表情的時候 妳的嘴巴的平行線 嘴角跟中間這條是不是同一條 有些人她就是這樣 有沒有 我以前就是下水 後來也是人家說一直要 當歌手 要一直練習下水 後來回不去 就是... 那老話也有關係 或者是說妳可能 嗯... 不當的填充太多 好 我想說老師為什麼突然頓得 老師 妳很少會辭窮 妳很頓得什麼意思 想問要小心 老師 今天這一場有耍到 想問要小心一點 是不是對面的來賓 讓妳很有壓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妳也要選擇適合變美的方法 不然妳看造成掉下來是得不償失 我的意思是這樣 那妳在家裡呢 可以選擇做一些簡單的動作 可以幫助妳呢 像妳的嘴角旁邊這個地方 是往上走的 像第一個 我們來看我們鼻子旁邊 鼻子旁邊這個地方呢 這邊就銀箱嘛對不對 銀箱穴妳黑眼球下來 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聚寮 聚寮後面這邊就是拳寮 就拳骨的拳 妳可以用妳的手指頭 第一個握拳之後 妳的小拇指的後面這個關節 放在妳的銀箱 有沒有 這樣子 我剛剛是不是說 這邊還有一個聚寮跟全寮 妳就這樣放著 直接按壓 這樣按壓 就這樣過去 當作一個定點式的按壓 所以它可以幫助妳這個地方呢 會往上提 接著木耳紋這塊掉下來的話 有沒有 我們嘴角旁邊 這邊就地倉嘛 地倉一樣放著 然後妳的這個食指的地方 妳要往哪裡走 就往妳的 旁邊這個是哪裡 就夾居穴這邊走過來 妳就這樣走 然後 接著妳可以定點 妳不要去滑 因為我們臉上都沒有插東西 所以妳不能去滑動 滑動的話就造成一些 對 臉上累積出來的拉扯 然後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式 妳可以把妳的小拇指的地方 放在妳的地倉嘴角旁邊 然後妳就... 比如說妳看一次妳就這樣靠著 就這樣子 靠一邊 妳輕輕地去按壓它 有些人的地方會有點痠 都是正常的 或者是說妳臉上有一些水腫 或是也可能 沒有暢通的地方 妳就放著這樣子 妳要放多久呢 妳就可以大概放個三五 五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或者是妳就這樣滑 真的滿痠的耶 對 會痠對不對 因為嘴角也是需要運動的 然後有些人可能咬合肌 跟旁邊問題這邊有些 容易下屬會變比較大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緊緻 所以妳這樣輕輕壓 那妳看喔 我們這樣輕輕壓久的話 如果妳痠的地方 可以輕輕壓一個痠點 然後妳放開 有上陽性 有嗎 左右差很多耶 有沒有 有沒有上來一點啊 有 因為我看不到 不過一定有按有效果的 有沒有看到 那有些人他覺得說 可能我不喜歡用手 妳可以去買市面上的一些 簡單的按摩小物 那是什麼啊 老師 這個是 這個是 老師 我們古籍的節目妳幹嘛 是按摩的 老師 梁先生妳真的滿腦子得體 憲哥妳可以像妳 如果說妳要按手臂啊 這個都可以 或者是說妳的腿部 是不是都可以按對不對 因為我要講的重點是 它是有滾輪的 聽得懂嗎 滾輪的意思就是說 有的也有啊 對 對 妳要... 對 妳要共用的話 要消毒乾淨對不對 對 然後 不要接它的包 妳還接兩個 我們剛才是這樣教對不對 那妳如果說我今天 要用這種滾輪的話 妳也可以這樣子 就是跟這邊的一樣的 如果我不當的拉扯的時候 起碼我的滾輪會帶動它 有沒有看到 滾輪這個會帶動 所以帶動的過程 就不會拉到妳的肌膀 不會硬啦 按摩 所以它的重點就是在 我要有滾輪 那這個一樣它也是有滾輪 有看到嗎 所以妳也可以這樣子 像滾珠一樣 對 妳也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做 有沒有 然後妳定覓點完之後呢 妳看喔 很明顯耶 真的耶 那當然是 這是一個馬上的效果 那妳想如果我長時間 每天花個三五分鐘去做它 就好像妳穿塑身衣的原理嘛 我每天在往上撥 往上撥 起碼對抗我的地心 是耶 可是可不可以送十根 送給梁先生 這個嗎 它很需要 它下垂得很嚴重 所以妳可以用一些簡單的方法 然後妳可以按摩 對 那除了就是說 用我們這個外在去幫忙拉體之外 有沒有那種 從體內去加強 有有有 因為其實剛剛妳看 我們講到就是妳可以靠一些 簡單的按摩方法 讓妳整個臉部往下走的方向 往回走嘛 對不對 往上拉 接著呢 如果說妳凹陷 為什麼會凹陷 叫那來流失 那為什麼會臉部暗沉 臉部暗沉其實像中醫 它裡面有提到嘛 對不對 像蘇琳姐就知道這個 就是妳的肝活啊 什麼各方面 因為甘育氣質的話 妳可能整個都走得不順暢 妳的臉部就很容易暗沉 那當然就可以靠體內的方式 妳要去做到調養 所以妳可以利用內在的保養 來活化妳暗沉的肌膚 達到呢 讓妳的皮膚是有閃亮亮的感覺 就可以擺脫這種臭臉感 對 那我今天有跟大家來介紹 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而且很簡單 這個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手上這一包 有看到嗎 其它是一個機能性的保養品 是 它不僅可以讓妳 妳的代謝 那個方面會變得很好 還可以抗氧化 那妳抗氧化的話 是不是剛好提到 妳體內一些狀況的話 妳的膚色就會變得很暗沉 對 那當妳喝了之後呢 妳可以這樣閃閃耀耀的 喝笑臉 喝笑心 對不對 妳整個氣場也會變得更好 真的 然後妳的人緣也會變得更好 尤其現在是一個 眼球經濟的社會 妳把自己顧好 妳在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對 小楊哥妳也要多喝一點 小楊哥要喝兩頓 有一個開口 這樣一撕 妳有沒有看到很好撕 一撕就撕開 接著妳就救口就好了 直接這樣子喝 非常非常的好喝 對 很好喝 妳就會喝到那種 好像莓果的感覺 大家知道喝紅酒會有好氣色嗎 它有紅酒裡面很棒的營養成分 叫做白梨乳醇 大家應該聽到對不對 那這個白梨乳醇呢 它就主要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基 不要被做傷害之外呢 我跟你講 它這一包裡面的白梨乳醇 就有萃取來自於20萬顆 非常頂級的 單破葡萄的成分在裡面 一包20萬顆喔 那維他命C又很多了 對 重點是呢 你光是這一包裡面你喝進去 相當於 200瓶的紅酒裡面的白梨乳醇的含量 200瓶 200瓶 一包 一包 高不高 高 所以是不是比剛剛講的 比按摩更簡單 因為只要喝進去 就擁有這麼多很好的能量 我都把它擠 擠得很... 而且你看子芋姐 她真的是覺得味道很好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妳剛剛在喝的過程 你有沒有覺得裡面 還有一個莓果的味道 有 對 其實它裡面有一個莓果 叫做野莓莓 野莓 因為野莓莓其實本身 它是水果裡面的 抗氧化能力非常非常高 甚至於算是 最高的一個莓果類 同時裡面還有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什麼 對 那因為其實黑醋莉本身呢 它就在水果界它認為叫做什麼 叫做黑鑽石 那其實越深色的莓果 越小顆的莓果 而且要深色皮的喔 它裡面呢 維他命C的含量 跟它抗氧化能力 其實是越高的 而且這些莓果成分呢 對於女性 當生理期來的時候 你可以喝它當保養 補血一樣是不是 對 因為它可以有很多 很好的幫助嘛 就是生理期 所以女生來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當作保養品來喝 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很方便耶 很方便對不對 重點是 它裡面又添加了一個 很獨特的成分 就是叫做什麼 沙吉 其實沙吉本身呢 你看喔 像是它是來自於 西波利亞青藏遭遠 裡面的奇蹟之果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它是地球裡面的 很古老的一個品種 一直到現在 對 一種果實之一 它是一個神奇的植物 那因為它裡面有封鋪的 那類黃銅其實我剛剛有提到 你凹陷啊 像法令紋啊 什麼紋 都可以補充 類黃銅本來就有幫助的 它會讓它這樣子 up up 好像燙運動那種感覺 懂那個意思嗎 今天我們的 特別來賓都很需要 對 所以它這一包裡面也有 讓你變清楚了 沒有太多零零腳腳了 接著呢它裡面有 428種的所謂的 維生素的營養素在裡面 所以它的含量是很高的 而且呢 它裡面還有來自於一個 就是 大家有沒有聽過石流 有 因為我本身就是抗氧化能力很高 然後重點是它把它做一個 包覆包裹的技術 等於說我喝進去之後呢 我在我的這個地方 肚肚裡面 才會開始慢慢的去釋放它 那你去釋放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對於你的皮膚的 保水度啊 或者是說我們常常看3C 或者是陽光紫外線 這些是不是造成皮膚 會容易老化的問題 它對於這些所謂的光線 光害3C 藍光各方面等等 都有自我保護的能力 當然它就是直接喝 就是最方便 對 所以這個是體內的 但是 說真的 我們也今天都已經請到 亞凡老師來了 對 他幫這麼多大明星化開運妝 我們現場有沒有人可以示範一下 讓他整個人看起來就不一樣嘛 所以今天就是亞凡老師 他的職場生涯中最硬的一點 能場女王必學 這樣便合計美人 輕輕帶過鼻樑 因為鼻樑高的女生 其實很適合這一招 他的臉型化在這裡 會降低他的殺傷力 他是這樣 就有親和力啦 通緝專刊上面有他是不是 耳朵很多 陽昊 你都化錯妝了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差很多耶 節目最後 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我們現場有沒有人可以示範一下 讓他整個人看起來就不一樣嘛 所以今天就是亞凡老師 他的職場生涯中最硬的一天 是一個決定性的一天 我覺得我們滿完美的啊 是 如果以妝來講的話 無庸置疑 應該就是老陽了 是 真的嗎 有這種事 因為剛剛老師說 老師有說你的就是感覺很犀利 就是有沒有機會 立鬼 立鬼嘛 立鬼 老師講出來了 好了 搞不好再拍你 有沒有機會 讓他變得比較溫柔 小女人的感覺 好 我很期待 臭連姐妹們的救星來了 現在就來看看 女生指定彩妝大師亞凡老師 怎麼化腐朽為神奇吧 你也好期待 看看立鬼可不可以變成 開心鬼 開心鬼 好 那我們就開始囉 先處理的呢 就是他的 我覺得第一眼看到就是 他的睫毛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女生眼睛 已經這麼漂亮了 我們睫毛其實 可以當作點綴 而不要當作是重點 因為你如果當作是重點的話 你的眼睛看起來就會看起來 因為他又帶著瞳孔變色片 然後他的眉眼之間 其實算是近的 有沒有 近的人看起來 就會在這一塊特別的明顯 然後我一看 就看到了這一塊 老師 你不要害怕 你都離他越來越遠 老師一直在那邊講 沒事... 老師 他不會咬人 他只會罵人 好 好 我們現在就把他的睫毛 先拆錶 好 是不是 整個融合了 親切好多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處理他的是腮紅的位置 因為你看 我剛剛說過他的眉跟眼睛很近 他又把腮紅畫在這一塊 這麼高 那全部的東西 重點都在這裡了 讓人家大概說 看我的眼睛... 來看我的眼睛來看這裡 我會狠狠的瞪你 是 老師 老師 稍微微笑 因為我怕電視機前面小朋友會哭 我有在笑 好 我們把這邊的腮紅先推淡 其實他的五官真的長得很漂亮 我近看 遠看就近看 對 近看還是這種 遠看怎麼了 眼看就會有時候太... 你不要一直恐嚇老師好不好 可是這樣推一推 好像感覺臉比較膨潤的感覺 其實他一直把重點放在這裡 真的 我們要把他這邊 稍微把它弄淡一點 那他的重點應該放在哪裡 後腦勺嗎 我們先把眼睛的地方 先把眼線 那個眼睛 然後呢 眼線我們選擇一個咖啡色的 千萬不要用黑色的 這邊一深一淺 這個我們就選擇比較淡的咖啡色 好 畫內眼線就好嗎 對 我們畫在眼尾就好 然後一定要看著前面喔 來看著前方 他這樣也很兇耶 好 我們輕輕的拉這個眼尾 然後拉到這裡的時候呢 稍微往上拉一點 像我平常注意他的眼妝 他都一直往下 希望自己看起來不要那麼兇 可是其實到眼尾的地方呢 可以輕輕的平拉一點 感覺好像在笑 因為我們笑的時候也滿往上嘛 先把眼型矯正 因為他的眼型是屬於 後面比較高的 會有像狐狸的感覺 所以我們先把眼型往下降 對 拉一點點下來 然後再稍微平平的拉一點 勾一點點起來 有沒有 看起來就好像在笑一樣 而且這樣子看這隻眼睛反而比較大 好 我們稍微夾一下睫毛 然後一樣夾中間就好 為什麼 因為中間讓他高一點點 好 刷一點點睫毛膏 一點點就好了 其實柔和 柔和 柔和 一定要柔和 眼睛這麼漂亮的女生 真的只要淡淡的就好 節目最後還有精美禮物大放鬆 為什麼 因為中間讓他高一點點 好 刷一點點睫毛膏 一點點就好了 其實柔和 柔和 柔和 一定要柔和 眼睛這麼漂亮的女生 真的只要淡淡的就好 其實睫毛也滿長的 對 接下來呢 腮紅的位置 腮紅位置真的很重要 像他剛才都打在這邊 然後我幫他選擇了一個是這種 比較莓果色的 就是莓果色 我覺得莓果對於女生來講 真的很重要 對 畫在哪裡 他剛剛都畫在這裡 其實他的臉型算是比較長臉的 長臉的其實適合畫在這個地方 笑肌這個位置 我以為還要再高一點 要看臉型 他的臉型畫在這裡 會降低他的殺傷力 他是這樣有親和力啦 通緝專刊上面有他是不是 通緝專刊上面是 這邊 畫圈圈 通緝飯 對啊 有耶 而且有顏色也好 也膨潤的感覺 好 輕輕帶過鼻樑 因為鼻樑高的女生 其實很適合這一招 把腮黃剩下的魚粉 輕輕帶過這裡 橫啦 千萬不要再斜上去了 是 因為他的眼睛已經很斜了 對 所以不要再往上 因為他都斜眼看人 好 有耶 有耶 而且你看起來就比較像你女兒 我的意思就看起來 比較天真活潑的臉 對 是不是找不到形容詞 好 好 接著上呢 我們最後用一些口紅 讓他再淡一點點 用口紅的顏色也會改變 可以淡一點點 對 然後我們幫他選的是像這樣子 比較水潤感的 對 有時候太過於乾的嘴巴啊 會讓人家也覺得 好像有點距離感 天生嘴巴 膨膨潤潤的就好了 開心一點 我們找幫智琳姐姐楊敬華在畫的 現在在畫妳 到底妳還有什麼不滿 其實很簡單 很快 那我現在先看 好兇喔 好啦 我不敢了啦 好吃嗎 那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呢 好林家女孩喔 好吃嗎 對 差...滿好吃的 我媽有差嗎 還有妳的畫錯妝了耶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差很多耶 真的 天生不愛笑的姐妹們有救啦 跟著老師今天的改造小訣竅 就能輕鬆擺脫 天天被說臉抽的困擾喔 因為妳也希望有好人員的話 一定要看我們的節目 重點是記得要掃描 我們螢幕下面的QR Code 進入我們的 姐妹亮起來的粉絲專頁 然後回答我們今天的QA小問題 就有小禮物要送給妳喔 是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姐妹亮起來 下次見 拜拜 真的差很多喔 這裡